我们的问题有几个,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就是说呢,比如说启动表单之后 他可能会遇到第一个,他什么事都没做 那如果你按确定会怎么样 理论上应该会,程式会跳掉 或者是说,弹出,告诉你说你这有错 就类似像这样,我先把那个给删掉 这个,这个先不要,OK 那我先把它拿掉,好,知青 什么事都没按确定 这个也被打掉了 我先把,这个也把它拿掉 因为这个也是,好,比如说我刚刚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哦 如果什么事都按确定会怎么样 他会出现,执行阶段错误13 形态不符,什么意思呢 停在哪一行,停在这里 那也就是说呢,你在第一行 他到那个什么呢,方悬的地方 他就因为你给他的东西都空的 那空的平方一定是错啊 这个地方你没给他任何东西 他就没办法帮你做计算了 所以怎么办呢,停掉 好,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哦,我们第一个需要什么 防止使用者什么东西都没有输入 就按确定 所以怎么做哦 基本上因为呢 有几个要防止的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也就是四个一定要填写 那我要怎么防止他呢 要不就是哦 这边一定要设一个什么呢 一个逻辑 if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if 打一个if if什么呢 如果买A 它里面呢 点test 等于什么呢 等于没有东西 或者是 那有可能 第二个嘛 那有四个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就或 那或的话呢 当然你就拖揽一下 Ctrl-C 把它贴到这边 Ctrl-V 然后这个应该把它改成 买B 然后 干脆这边直接copy好了 然后再来就是 买 这边买C 也就是说每一个都判断好了 每一个都判断 买D 其实 E不用 E自动产生 如果呢 这四个其中有一个 我的意思是说 其中一个 它是空的 表示没填资料 ZEN 所以这边的话 打一个ZEN Enter两下 大家打一个Enter 结束 如果其中一个问题发生的话 怎么样 挡下来 所以告诉他说 一个讯息 让使用者知道 MSGBOX 是Message Box 跳出一个对话方法 跟他讲说 请务必 也许 请输入资料 反正这个 这个是 反正其中一个 我也不知道你哪一个没输了 就跳跟他讲说 请 给我一点资料吧 然后再怎么样 接下来 如果说呢 你让他 这个地方 没有停下来的话 他会一直往下跑 所以务必记得 我要怎么样 离开了 不能再往下走了 所以离开的话 记得 在那个VBA 怎么学